大家好 我是曲奇放客 今天要來畫 統神端火鍋 然後我們今天呢 要來練習一下 使用新海城的風格 來繪製統神端火鍋的場景 這個 新海城的這個 背景的畫風呢 他其實有幾個特點 第一就是他的 透視其實是很工整 你可以看到他對於 透視線的誤差就是非常的小 從這種 有這種欄杆之類的這種場景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直線非常的直 感覺好像用齒畫的 接下來是 他不會使用鏡頭模糊 也就是說他不太會有那個景深的效果 他就是都把光圈開到最小 所以他每一個地方都會是清楚的 對我這種人來說其實是蠻痛苦的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懶得畫的地方我都把它糊糊 糊掉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 飽和度都會比較高啦 像是你看有些地方落入 陰影的地方 他都會比較偏 偏藍 那在這個在 現實生活中的 顏色來說 會比較有 有一個 誤差在 再來就是他的筆刷用的很少 他大部分都是用那種 圓形的筆 然後帶一點透明度 不會有太多那種 數位筆刷的那種資訊量 那我們就 來開始吧 OK 我現在已經把場景直接搬到我的畫布上了 現在要做一個動作就是開啟透視輔助這個功能 像這個場景啊 因為他是室內 所以他的透視應該會蠻好抓的 X軸跟Y軸 這個圖參考線 透視這個選項 給他先點出第一個軸的位置 第二個軸 第三個軸 第三個軸會比較難對 因為他的透視 透視點在很遠的地方 所以 要稍微有點耐心 其實也還好 好吧 當我沒說 標示完成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 右下角一個繪圖輔助有沒有 打開 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 我用自動鉛筆打稿好了 我在那邊畫線呢 他所有的線條都會跟著我的透視線去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功能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要練習透視的話 建議可以把這張圖放在旁邊啊 然後自己又徒手去抓抓看 因為他這樣子會對你 對於透視的直覺的練習會比較幫助 我今天的重點是在 新海城哥哥的身上 接著我就可以用透視的 輔助線來去完成這一幅線稿 接下來 我就把透視 那個 那個什麼 點一下這個圖層 然後把這個 輔助繪圖關掉 我就可以脫離那個透視線的黏性 然後去做一些 剛剛還沒有做好的一些地方 然後來拍攝 跟我們做一些 的部分 非常有趣 然後來拍攝 讓我們拍攝 一些的東西 更多的部分 有些的部分 是像 有些地方 那些地方 有些地方 好 那我現在要來做一個填色 在填色的時候我第一步 我會先把繪圖輔助打開 然後讓它做一個比較準確的色塊 好 找完底色之後我發現我開始有點後悔要拍這支影片 本來想說用那種手繪的方式把它硬幹上去 但是細節真的有點多耶 如果畫的跟畫冊一樣複雜的話 我可能要拍三天才拍得完 所以 好 可以看到我已經把我的 畫面大致上的明暗給勾勒出來了 可以來這個圖層這邊稍微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的線稿 就是我一開始所做的線稿 可以看到我把物體的形狀勾勒出來之後 就開始上底色 底色上上去之後我用了一層的陰影 然後陰影的圖層屬性我是使用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加上去之後就會初步的增加一個立體感之後 我又增加了第二道陰影 那這邊的話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陰影都是用偏藍紫色的顏色 再來是我又新增了一個亮面的顏色 這邊的圖層屬性我是使用加亮顏色 顏色的話我是選擇比較偏黃的顏色 然後可以看到畫面上又多了一層顏色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線稿的話 我這邊做一個小小的調整就是 我本來線稿是沒有使用圖層屬性嘛 所以他就是很一般的黑線而已 那我現在的話把線稿的顏色稍微調整成 比較帶一點紫色的顏色 圖層屬性就改為色彩增值 這樣的話他就會跟你剛剛所畫的那些顏色做一個融合 他就不會看起來那麼的死黑 沒有顏色變化 再來一個就是轉折的高光 轉折的高光我通常會畫在物體的轉折處 這邊就可以講到 為什麼轉折的地方要畫的比較亮一點 因為假設你有一個正方形的物體 或是怎麼樣不管 反正他正方形是長這樣嘛 有一個直角嘛 那光源從這邊照下來 大家都知道在畫畫的時候 什麼面會是最亮的呢 是不是跟你的光線垂直的那個面 是會最亮的 所以你如果你有一個有轉折的物體的話 他最亮的面會在哪裡 是不是會剛好在這個轉折處 因為你把它放大來看 他其實是有一定圓弧的嘛 那圓弧剛好會有一個面 會是剛好跟光線垂直的面 所以這個現象就會造成 你的畫面上會讓一些 面的轉折處造成一個比較亮的效果 好再來就是這個塗層 我用了噴槍去做一個比較大範圍的染色 讓這整個畫面比較有豐富的顏色 那接下來我就要開始去做細畫 那我再講一個 講一個小小小小地方 這個磁磚啊 我不是一開始是排那個黑線嗎 那黑線我只要在旁邊再多加一條亮的線 他其實就會展現出他那個磁磚的立體感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磁磚的那條暗的線跟亮的線 哪一條在上面 哪一條在下面 可以這樣子去想像 假設你現在磁磚是這樣嗎 整個地是平的嘛 他這個線是不是 他是一個凹進去的一個溝 那他應該是這樣嗎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假設他的光從這邊 這邊照下來 是不是這個面是亮的 那這個面是比較暗 可以這樣子去思考 牆壁是這樣平的 然後有一個凹槽這樣凹下去 那是不是偏下的這個面 就是會是亮的 偏上這個面會是暗的 所以通常上面會是暗的線 下面是亮的線 簡單的一個小原理啦 那接下來我有了畫面上的這些顏色之後 雖然我沒有很多細節 但我的顏色其實算是蠻多了 可以拿這些顏色再去做細畫 例如說我想要畫這個桶子的話 我可以去吸上面的顏色 然後直接去畫 小技巧齁 就是在畫這種 可能面積比較大放的時候 有些人會想要去做那個漸層 那他就會這樣畫 就是一條一條去畫 我會比較不建議用這種畫法 因為這種畫法比較 然後我會去把我的筆刷稍微加大一點點 不要去做這麼小的筆觸 盡量去做大一點 這樣子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寧願他那個漸層的刻度比較大 然後也不要去做那種太瑣碎 然後看起來太凌亂的筆觸 大不了你最後再用那個塗抹的工具給他刷一下刷一下 好像還差很多捏 這個細節太多了吧 真不愧是海誠哥哥 好 今天的場景挑戰失敗 我左邊進戰失敗 該的 改變 我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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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